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种 方方正正的方盒子的SUV 一看就很霸气 你别管是不是真的能翻山越岭 起码占个颜值了 不管是城市风格的硬牌SUV 还是真正能带你 跋山射水的严肃风硬牌SUV 咱们自主车企都能给大家造出来 所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 重草三款时下比较热门的 价格都不算贵的 大家都知道 埃卡03其实这款新车 就是官方家装了套价的模改版 样子还是很霸道的 车顶加装了行李架 造型就很狂放 前杠 叶子板 轮煤都加大加粗了 越野气势一下子就拉满 并且动力也升级了一些 单电机135千瓦 双电机205千瓦 续航分别是501公里和520公里 在城市里开很OK 去近郊野营给一点问题的 配置方面它有不少的跃积 别看价格才十来万的样子 但配置它给到了很多 主架六项电动座椅 自动空调 全景天窗 F的钥匙 50瓦无线充电 全景一项 新增了3个毫米波雷达 8个超声部雷达 搭配了7颗高清摄像头 置架能力也更加出色了 对了 还有3.3千瓦的外放电 录影的时候 你自己就像电火锅 投影仪什么的 就是这么的嗨 这车呢 可就不是城市SUV了 人家是地地道道的 硬核越野车 搭载了混动电区 综合最大公里 316千瓦 而且在全工矿四驱的加持下 走烂路的能力特别出色 你不用担心被困住 并且省油省力很强 实测出来综合油耗 也就三升左右 去航轻松突破了 1000公里 当然了 CNC38不仅越野给力 还是一辆很适合玩乐的车子 它有6千瓦的外放电 车内3.3千瓦的电源 你想用大公里电器也完全OK 配置上也很有诚意 又有前排座椅电动调节 通风加热等功能 八扬声器音箱 50瓦无线快充 也都通通搭载 满足了日常出行驾驶的 几乎所有的需求 相当的全能 想买硬派越野 咋能不提方程豹呢 眼下豹五价格挺不错的 入门款不到25万就可以拿下 顶配版也不到30万 人气相当炸裂 这方面豹五的DML混动 可以迸发出最大505千瓦能量 扭矩最大760牛米 配备智能电视区 变能力在30万元以内 应该是很强劲的 此外豹五的续航也很不错 综合续航可以超1200公里 亏电油耗量也不高 高速低速 有省有省电 而且在配置上 豹五也搭建了前排三块大屏 拥有AIQD 抬头显示 还有18个D瓦来延伸器 车载冷暖冰箱 主动式香氛 电动开闭 全景天窗也都安排了 配置着实很惊艳 舒适性也相当的赞 这回也给大家 种草了三块 硬派SV 都是很受关注的款式 其中的AIQD3T 更多的是倾向于城市里开 可以轻越野 但也可能干不了重活 而SNAG38和方程报报 就是很纯粹的混动越野车了 不仅跋山涉水OK 也更适合自驾露营 那么你看上了谁呢 不仅跋山涉水OK 这一点都可以转身 适量船 转流佛 这一点都可以转身